有寫一些什麼東西 希望當地不要延壓嗎 危經集團主席沈慶晶 從八月底被羈押至今 加起二十九號屆滿 檢方出招申請延壓 消聲想要重複自由 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在貪污之罪條例的法律規定 裡面來講好了 其實收匯跟行匯 是一個對象的關係 而在行匯跟收匯 如果其中一部分的被告 在延長羈押的狀態之下 檢方做出申請羈押 而延長羈押的可能性 法院原則上 也會做出相應的處置 北院審理後認為 神慶晶和同案被告之間 前有串貢事實 政治獻金的真正捐款目的 待調查 任本件被告積押原因 尚未消滅 加上參觀證人未到案 證據資料帶分析 因此裁定延壓兩個月 在前面林峰又找我 贊助十個老兵回大陸 結果這十個老兵回大陸 大陸中央電視台 這種親情的 令人感慨和溫軟的這種 神慶晶不但是企業家 更成立喜滿客影城 損生實基金會 1987年還贊助八千里路 雲和月電視影集拍攝 如今恐怕只能在 日中做電影夢 周刊報導 神慶晶日前出庭時 曾經公然嗆聲 如果重獲自由 他要砸重金 拍攝在本案 遇到的不公平對待 變成影集 讓世人公平 周刊更指出 神慶晶還表示 他和柯之間 清清白白 卻被迫害 如今被羈押到角度變色 得坐輪椅出庭 對此北檢回應 偵查中案件 被告公訴 無法證實 外界誤揣測 無論是不是真的 想拍紀錄片 從十招來 才是上上策 三類新聞 裁縫柯文哲之命 或訴出境 前往日本 對照起來 幾小時後的道歉 顯得做作 遭到北檢 通緝的許子瑜 雲端刑事例 也被破解 記者會上 柯文哲號稱 選後曾和威晶小沈 在桃珠飲園 還場一次 但從檢調 破解的刑事例中顯示 除此之外 選前柯文哲 就曾在橘子陪伴下 到桃珠飲園 和沈慶晶會面 橘子也曾陪同 柯文哲到威晶 總部拜會 至少兩次以上 還住民雅虎來接 坐車直達集團 地下停車場 由朱雅虎親自迎接 根據週刊掌握 北檢認為 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 還有超過三百筆可疑現金 可能是神慶晶 硬化整為零的會款 甚至懷疑許指瑜 可能有管理其他賬戶或處所 而今年三月 柯文哲還曾交代橘子 和李文宗交接 金流也被認為 可能留向木可公司 智庫或是基金會 橘子被視為破案 關鍵拼圖之一 而在柯文哲延壓庭前 民眾黨公布最新民調 五十九點四 民眾對檢察官能否公正辦案 沒有信心 只是委託單位是友好的求證公司 但做再多民調都不如呼籲遭通緝的橘子歸案 才是幫助柯文哲案情釐清 唯一解放 三星文 郭文哲 文文學院台報道 柯文哲 委員律師 鄭申源 拖著銀色行李箱 再度來到臺北地院進行月券 要為後天的鹽壓庭做準備 對鹽壓有信心嗎 另外兩名律師 蕭逸宏 以及陸正義也陸續抵達 這次月券雖然沒有限制範圍 但依舊要求只能手抄 不過柯文哲的月券和鹽壓 比一般載壓被告 多了整整兩天準備 情況罕見 也被法界認為是特別禮遇 通常都是安排在召開鹽壓庭 當天前幾個小時的讓律師來月券 而本件柯文哲的鹽壓月券 和開庭相隔兩天 等於讓編務人在月完券之後 還有充分時間自看守所語 柯文哲就月券內容充分討論 等於是給柯文哲防禦權的最大的保障 這應該是對柯文哲的特別禮遇 不過柯文哲鹽壓庭 恐怕會碰上康瑞颱風攪局 氣象鼠預計三十號發布入警 北院安排三十一號下午兩點開庭 若是北市府決定放颱風架 陳審法院表示已經有預留停期 不論延後或是提早開庭 北院表示都會在積壓期滿前裁定 最大咖的一定是最晚決定 所以一旦比他還小咖 也就是說比柯文哲還小咖的 印小微都壓了 那麼柯文哲一定 他被壓的機會一定是非常非常高 廉政署二十九號再傳兩位證人 訓後請回未送北檢覆訊 檢報上午也三度傳喚會計師端木證 停續近兩個小時才結束 儘管法院罕見給足辯護人時間準備 但隨著印小微審慶金 相繼遭延壓 柯文哲的結果似乎已成定局 三菱新聞綜合報導 二零二二年臺北市長選戰 黃珊珊在藍綠夾沙下落敗 當年她收的政治獻金被披露 一部分來自威京集團旗下企業 中工機械及中工保全高姓經理 合計捐給她三十萬元 週刊加碼再報中工保全高姓經理 不只捐給黃珊珊 民眾黨也雨露均沾 包括黨中央 秋成遠 陳婉慧等 合計收到五十多萬元捐款 另一名金華城誠信會計 在這次總統大選 還分九次陸續捐給柯文哲十萬元 議員質疑若是合法獻金 何必納費周章利用人頭捐贈 那過去市府設計了這些怪標案 難道是為中工量身打造 然後要排除其他正常的廠商競爭嗎 我覺得這些疑雲在配上了 他們這種所謂人頭政治 現金的怪現象 當然一定會是外界想要追查到底的 是否有標案獨厚中工 苗博鴨舉例 第一 雨果市場減相發包 就是由中工得標 被質疑圖利五十億元 還有北市十七個社宅 原本自行招標管理維護 但在柯文哲任期最後一年 分成東西南北四大區 最後由中工保全 取得六成標案 金額達1.3億 珠雅虎在二零二三年的四月之前 同時也是擔任中工保全的董事長 他這個會不會是一個集團式的 去資助柯文哲這個狀況 維京集團子公司跟柯市府密切合作標案 旗下員工則捐錢給民眾黨 被質疑化整為零 有無高層的對價約定 每一筆現金都藏著線索 三立新聞黃沈波 大陸軍隊報導 說完想說的後 黃珊珊快步離開 週刊提報他前前後收過 維京集團旗下中工機械三十萬 不僅開嗆週刊 黃珊珊更一口氣咬出藍綠十多人 都是中工機械政治獻金對象 被點名的也有國民黨議員 尤浩 黃靖平 王興宜 秦慧珠 耿威 張思剛 戴錫青 以及二零二零年藍綠立委 參選人 邱易營 陳莉娜 黃柏林 江有昌 沈智慧 還有宜蘭縣長林茲廟 以及國民黨共兩筆五十萬 合法捐款 合法申報 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 講自己就好 耳鼻扯別 政治獻金大家就是合法申報 這個其實都不需要胡亂扯 把這件事情導引成說 有十幾個人或其他人 都收過政治獻金 根本對於這件事情 是沒有任何有幫助的 法律上回答 關鍵在於你收政治獻金 是不是跟金華城之間 的違法容積有對價關係 律師分析指出 黃珊珊角色與其他收受 政治獻金的人不同 跟金華城有沒有對價關係 才是關鍵 黃珊珊你作為副市長 跟其他議員 還是有一些差別 因為你對於整個行政部門 是有實質影響力的 黃珊珊在副市長期間 參與多場印小微舉辦的 金華城容積率相關會議 現在被曝光收受中工機械 政治獻金各種嗆瞎扯出他人 恐怕無助於釐清真相 在那些問題 博漢永不台北才能等 博漢台北市周山區 這處建案就是黃國昌岳父的建案 不過日前因為挖破了瓦斯管線 導致瓦斯味四處飄散 讓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沒瓦斯可用 其事戶受到影響 時間回到10月21號晚上 瓦斯管線破裂當下 工地人員神奇緊張 三列獨家職集 大台北瓦斯公司貨爆後 立刻到場搶修 先仔細再維修 不小心碰到瓦斯管線而已 要準備撤殘活的時候 然後碰到 因為人本是家一種事 然後現在要交給建設公司 開始做後續要開工的動作 面對媒體 工地人員聲稱是不小心 但據瞭解天然氣公司 早就先行建議 施工前要先處理管線 傳出業者不甩 不僅去年10月挖爆管線 今年10月又一次 議員更質疑是否狀況外 附近的居民常告訴我說 就是半夜聞到 濃濃的瓦斯味 大家不敢睡覺 黃坡昌岳父的建案 把大家搞得疲於奔命 而你們到現在 還一無所知 兩眼無神 不只瓦斯管線 兩路出包 6月份同樣建案 更被提爆偷跑施工 大型車輛進出工地 壓過人行道出現裂縫 害得民眾晚上經過摔倒受傷 儘管黃國昌聲稱一切毫無所惜 而這一處黃國昌岳父 和其他建商一起合作的建案 連蓋都還沒蓋就爭議頻傳 民進黨立委蘇巧惠大方表態 征戰二零二六新北市長 連競選口號都想好了 而綠營白禮喉 可能戰將還有他 擔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的 吳思堯炮火猛烈 上屆選站更擔任陳時中 總幹事 基層布局有經驗 多次被點名可出戰臺北市長 而朝野衝突都站在第一線的女戰將 王美慧也是嘉義市長選戰 熱門人選 民進黨二零二六 女力齊發 多位女將受到矚目 其他還包括臺中市何欣淳 臺南市陳廷飛 以及高雄市邱易營 林黛化等 二零二六地方大選 綠營有機會擺出堅強的女力陣容 女力崛起 女力撐起半邊天 這樣子的一個政治發展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畢竟二零二六大選是賴政府首次期中考 習政院卓榮泰從五二零就任後就憑下鄉視察 據瞭解賴總統跟卓榮泰也曾親口透露 綠營內部縣市長提名時程 可能提前半年二零二五年底先登場 不只要讓金婚選區戰將提前起跑 也能有時間米平初選裂痕 雖然黨主席賴清德曾提醒黨內戰將 不要對外談論二零二六 但若初選提前也意味著有意上層樓的人 現在就得鴨子滑水進入備戰狀態 在這裏不歡迎有部台北採訪的